来看看容祖宜失声在大陆登台 结果粉丝当然不是人品 就要求汇水 另外同样在大陆找食是女芳 拍到发幅到女芳变成玄芳 我们下面再看看 来看看这边 2日星期六 在家乡江门出席 一个星耀湾区演唱会 由于身体抱扬 未能唱歌 引起了几方面的讨论 其中是 有些人说我特意为了容祖宜来看 有些人说是否特意 是否特意想退飞 真的尊重偶像就不用退 骂来骂去 另外有些吃花生 就是说如果不想失场 又要拿到出场费 又不用赔钱 那你要学容祖宜 就照出来 卖惨 假扮失声 接着帝尾咪给人唱 播歌 等下再做一讲一讲 另外 同台也有其他歌手 例如杨宗伟 所以 特意来看容祖宜也有 我相信 所以引起多方面讨论 容祖宜失声 相信似乎是真的 因为星期五 星期六 这个登台 星期五 录影了 星身不息 港乐季 第二季 其实已经开始近 有人爆料 说当时已经失声 仍然 硬唱了深淡 翌日录完节目 赶到淮化那边 江门出席另一个演出 同样因为失声 而未能献唱 就先去了淮化 淮化第一次听 后来江门站这个演唱会 亦都没办法唱 所以也挺惨的 尤其歌手 没有好好保护 声带 有时保护也没用 唱得多也有机会 失声 即是声带是他们最重要的本钱 只能够上台 与观众 挥手 并不断道歉 真是麻烦 不断道歉 上台 声沙沙 与 台上的粉丝 表示 自己 大病在身 失声 感激 主办单位体谅 以及观众 对她的支持 祖儿说 希望下次有机会 双倍奉还 为大家送上美歌 不过是下一次 并欢迎她们再次来到家乡 随后播出了容祖儿的《我的骄傲国语版》 《挥着刺旁的女孩》 期间向台下观众揮手 之后返回后台 全程大约十几分钟 期间又谷弓 又道歉 但是观众未能够接受 大喊回水 原因是为了 看到 容祖儿真人才来 有多慕名而来 很多歌迷 因为要看她才买门票 由不同歌手合拼的 拼判show 我不是看其他人 我只是看容祖儿 现在 现场也有不少人 大喊退票 香港喊回水 大陆当然不会用这个字 退票 有网民认为 祖儿也不是突然失声 所以 为什么不事先宣布 有些人 退票 真心也好 借D也好 有些人质疑借D退票 有些声音 也有些声音 食花生 例如这篇文章 也有些偵探头脑上身 说 你也不是 刚刚失声 早几天已经失声 人们在传 你还继续 扮今天才失声 有些人质疑借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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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表演者也是渴望在舞台上表演 有时未必为钱 例如港岳桂 我想他们也很大人 是在传统 搞 原来也真的在搞 找一次 找一些资料 跟大家做过港岳桂的前瞻 所以这些人最主要 你不是 今天才知道自己失声 应该提早宣布 所以这些人就是 吃花生 就觉得他假扮失声 其实一早已经失声 假扮今天突然间失声 或者是想养声 总之很多阴谋论 就说原来 上内地赚钱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的天候 容祖而突然失声 又不想失场赔钱 可以怎样呢 就是特意化好妆 设置好头 上台就假扮惨 然后呢 我还能出到少少声 不过唱不了歌 然后叫全场观众大合唱 其实容祖而 真的很忙 那个工作 你联系我都不笨了 我们看完这一段 全场哭了 没人唱尴尬到一个点 还有呢 现场全场观众大叫退票 他想着很感动 制作了一个感人场面 我真的很感动呀 不过呢 扮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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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 特别来听庸祖宜的 但的确听不到你 或者任何 我总之要听了这么多人 你明明有10碟送你 只有8碟 我就要退钱 但是 为什么香港无人报封锁消息 整个小红书 都是六部 小红书封存 这些图都是小红书 香港是不知道 它在大陆发生 香港未知 有花生也是报的 这些工作真的是密麻麻 就是录制港岳季第2季 我真的要做一下资料 因为之前轻轻纳过 因为都存了一年 所以没有特别 认真看内文 过两天做 港岳季有什么人在录制 就说要打开声针 所以那些人就说 如果你知道自己失声早点说 我不来 如果我特意为了你 我不来 又想捞钱 不想赔钱 有很多阴谋论 就当花生一质 另外另一粒花生 说这粒饱很肥 就是六十岁女方 变成圆方 其实她一向都圆 都发福 她嫁得了好老婆 还要跳唱新歌 这么肥胖怎么唱新歌 其实女方是实力派 她是83年 第二届新秀冠军 已经40年了 厉害 去年举行了40年 演唱会 很多经典的名曲 现在登陆了 小红书就说今年登陆了 就在内地登台 就说身形膨胀发幅到 人们说不见了条颈 女方变圆方 女方变圆方 太厉害了 她就很厉害了 2020年 就认识到个好东西 年轻她16年 企业家 伍惠宝Wingbo 结婚 生了个女儿 荣星老爸 恨福肥 人们说得很好 女方很会讲笑 很急财 很有 转数 可能 哄女也有两手 2020年 真厉害了 50几 不用怕 还生了个女儿 太厉害了 现在即是4岁 即是她64年前 56 56还可以生 保养 近年每次 现身 都被人说越来越横 一个横年身形 她有时在微博分享跑步照片 还有为了个女儿 戒烟 她还有一些不良习惯 不好 说个女儿几个月大 但是闻到爸爸 全身烟味 烟味 另一面 所以女方 决心戒烟 现在 登台 去了大陆 那些片段 肥到什么 另外 看一看 其实同样 有失场的 就是黄心灵 又是2号 就在江西这一次 宜春那边有个月亮之刀 的嘉年华 原本黄心灵 要做压续嘉宾 又是被 粉丝投诉 就说她只唱四首歌就收档 加上 舞台的现场歌手 镜头小 就引起观众 齐齐又喊 退票 你满足不了她退票 消费者 退票回帅 黄心灵亦发了一段 帖文 就说自己每一个演出 无论在风里 在雨里 都一样重要 也是说那些东西 我会继续去忙 晚上见 即是 微博那些 晚上再见 工作室发声明强调 黄心灵每一场演出 军案合约 签订的演唱数量 人们就说你唱四首少 原来不是 他可能真的唱四首而已 而且演出时会确保严格 按照合约内容执行 即是你想唱多一首不行 我们签四首而已 可能是这样 对于网络的负面指控 公司 直言 不解 憤怒 最后 硬起来表示 将对恶意放大 曲解 相关信息的人士 进行 愧症 对 重大诽谤 采取法律行动 厉害 绝不 宽怠 对于网络的 即是跟你站着 即是他 言则 我们按照合约 的签订数量演出的 他又没有说我们 特意不唱多 还是 我们就是 签多少 唱多少 这些 这么硬斑斑 当然不说了 但是 他就站着 也是 动点就退票了 很大阵仗的 哈哈哈 很大阵仗的 一讲到钱 什么都假的 没有钱 可以很nice 可以很 友善的 一讲到钱 就不是人敢品 今集来到先 一个闲聊 看看大家怎么看 记得 按个订阅支持一下